好 民进党在2022的选举大败 总统蔡英文也已经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 那么民进党特别召开了中常会推选 由陈其迈担任代理主席 联系给周世平 好的 主播各观众 民进党在2022选战大败之后 总统蔡英文辞去了党主席 在选后第一次召开中常会的现在情况之下 推出了代理主席由陈其迈来担任 那在现场呢 他也是声声一举功 感谢知识在这次选战中他们的支持 那我们来看一下稍稍的现场画面 我要代表整党 声声一举功 感谢支持民进党的所有的好朋友 那我们选的不好 我也声声一举功 感谢所有的选民 在这一次给我们反省的机会 我们会深刻的检讨 谦虚的面对民意 谢谢大家 好的 我也听到陈其迈也发表了 他们自己现在代理主席的看法 表示说呢 现在他们第一个要件 就是要谦虚的来检讨这次选战中 到底哪里有问题 尤其现在的这个检讨小组是由 桃園市长郑文蔡来担任 之后呢 郑文蔡也会下降到每个地方 去了解说在这次选战当中 到底有哪里有问题 所以他们就会来做一个检讨 来面对下次的选战 那现在他们首先要面对的 就是嘉宜市长选举 以及台北市立委的一个补选 现在他们也是说呢 民进党会在今天晚上赶快决定出 立委补选的人选到底是谁 因此各界也是非常的高度关注 那现在呢 陈千曼也表示说 现在民进党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赶快检讨 来面对下一次的选战 以上是我们的新主播 新闻追求真实 说好的不缺电呢 小小的人为是不是就发生 这么严重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超前部署吗 事件抽丝剥茧 我们怎样啊 快筛事迹就是买不到 黑暗期即将开始 我们理性思考 我觉得这次也有点太重了 台湾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您信赖地选择 东森晚间新闻